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国际上 七国集团集团盟友警告俄罗斯 不得将朝鲜部队部署组织乌克兰 刚刚说宾夕法尼亚州两个投票站遭到爆炸 什么警告说是来自俄罗斯 朝鲜部队的事情进一步发酵 同时在这次七国集团会议上 德国最高将领说 考虑到俄罗斯的经济调整到战时经济模式 不得不说时间显然对俄罗斯有利 俄罗斯在战争上缓慢持续的推进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制止这种态势 我想听听阿尔先生 你觉得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警告 对俄罗斯有没有作用 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把目光都投在美国大选上面了 确实这个事情很吸引目光 很吸引全球的焦点 不光是各个 就是说在各个层面 不光是政治经济 对吧 我刚刚看新闻说 说什么博彩公司 这个东西博彩公司都能发达 而且什么各个这种对冲基金 投行 对吧 都说连夜加班 说要为了这种大选的结果出来 然后会出现变动 或是怎么样 当然了 俄罗斯 就是说里面有机会 都有 就是说都有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 都抓住这个机会 包括俄罗斯和朝鲜 还有中共 你看他们现在就 你们不是把焦点都放到 那个大选上面去 我这边就趁机往前拱 其实俄罗斯也在日拱一足 你看他的那个 你别看他在那个部队 打得很菜 对吧 那个死人无数 就是说 网上爆出来的视频 那种什么被人受 就就被人被乌克兰虐着的 首先第一 这个是从乌克兰 就是说发布的视频 都是基本上是乌克兰那边发布的 然后俄罗斯这边有没有发布 我也不知道 反正 看上去就是说是被打得很惨 或者说都各个战事不利 但是你看 首先就是说一点就是 西国集团的这个警告 是说明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俄罗斯虽然说 我装备不及你们 科技也不及你们 但是我可以就是说 像二战这种 他就是说 以他这种耗的耗死你 然后再把朝鲜给拉进来 虽然说现在也听到说什么 那个 俄罗斯人和朝鲜人 因为那个 你我识别系统没做好 或者说沟通不畅 互相干起来的都有 对吧 就误伤 然后造成很大的这种损失 这种都有 但是就感觉俄罗斯和 就不在乎这种事情 就我不管我要的是赢 我不择手段 我可以以一切方法 就是说我只要在你这边好 就是说消耗 对吧 但是呢 西国集团就是说现在 由于美国大选开始以后 就是说 大家都在官网 看谁上来 以后 这个政策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做另外一步动作 所以说这就无形中留出 留给俄罗斯一个空档 就是说我趁机 赶紧 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往前推进 包括习也是这样 就是说 也包括就昨天 昨天晚上的那个直播节目 就放出来的那个顶级 你不要看习他 我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看 就是说习是觉得 他这个东西 他就是说中联部那边不起作用 但是就是说 也像今天早晨的那个直播说的 就是说他手段很多 这个东西 我大选 我派 就是说按出所下面搞小动作 派中联部 甚至派人捣乱 我这个不起作用 没事 我这边有有钱 你 你搞政治也要钱吧 对吧 你什么东西都离不开钱 钱就是他的最大的武器 所以 这个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一直就是存在这种观点 就是 正儿八经 如果说中共 要干掉 你不用什么派兵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不用军事 就你只要他的 把他的那个金融体系崩溃掉以后 他只要他没钱 他这些 他所谓的中共这些资产 他控制不了 他无法调度的话 他分分钟立马就崩溃 因为没钱 他是这种 是站在就是含钱量和含权量 这两个东西上基础上的 那么你只要他只要没钱 你任何打掉他一个 他没钱也就没权 所以说 所以说他这个就没有人会再帮他卖命 你看俄罗斯如果说他真没钱的话 那帮非洲黑兄弟 对吧 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 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像什么联合国啊 或者是什么这种WHO啊 分分钟没有办法运作 因为他不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信仰的层面 他是站在一个就是说利益 就是说赤裸裸的就是钱 全这种事情上面 所以我那天我对这个事情我也很关注 因为说到那个就是量子计算机 可以产生就是大规模经济杀伤性武器 这个这个东西 因为上周嘛 我正好在听这个节目 我就我也感到很震惊 因为站在技术层面上面来说 就是说量子电脑那个东西有 但是他能够运用到什么层面 现在都是一个问号 都是一个未知数 就跟二战原子弹出来之前一样 没有在在真正炸了以后 他没有人会知道是 在开发过程中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所以就是说 因为现在不下号战时候是属于 就是非互联网状态 但是他现在是属于就是互联网高度发达 信息高度发达的时候 就算你保密工作做得再好 他支言片语 他会流出来一些东西 那么通过这个就可以观察得出 因为说从00年开始就开始已经布置了这个路线图 因为这个东西也就听上去也是合逻辑的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可能一成二 比如说我去年开始研发 今年就给你搞定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新的技术 他肯定要向第一台电脑出来 比如说从图灵机开始什么 搞那么大一个机器 搞一个房间 然后慢慢缩小缩小缩小 直到缩到现在 就是说我们的64位PC 对吧 每人一台可以人手负担的起一台 所以我是也觉得就是说量子计算机这个东西 它肯定也是从一个初级模式最大 然后再一点点缩小到最后人手都有一台 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跟当初二战比 就是说第一台图灵机到最后的PC的普及 这个事情会短很多很多 而且就可以看得出来就 如果说从00年开始的话 现在24年短短20年就已经能够发展到 已经开始可以就是说运用 然后可以开始有不同种 比如说好几个型号的那个量子计算机 针对不同的功能 这个东西的话 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而且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像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 最后最后 我觉得这种三战的结束 它肯定不会像说二战那样子 在扔个什么原子弹 然后大家就是火并 就是说大规模的火并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 最现实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 你突然发觉某个国家的金融就已经崩溃了 或者说它的整个国家的体系就已经崩溃了 那那就什么吗 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 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然后安息的话就是战略决胜 就这一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俄乌战场 现在不管你朝鲜是援助也好 或者是中共然后还在东北亚其他地方搞事 或者说其他地方搞事 在在在一直不停的往前拱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一把定胜负的 那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权力 这个话语权应该是在七国集团这边 而且是妥妥的就在美国手边手里 只不过是怎么什么时候打出来 要以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打出来 以及你打出来这个东西 它也跟原子弹一样 原子弹也有辐射嘛 你也不能够伤到自己 对吧 好路德 这个是纵观这一个星期 好的 大概一个这样的感觉 这里 这个你看彭博社这里发说 哈马斯的笔记表明啊 表明什么呢 他们接受了伊朗啊 关于发展国内武器的 和简易弹药的培训 情报人员向 彭博社展示了这些课堂笔记 据说这些笔记来自一名加沙的 学员写的 但情报人员没有透露这些笔记 具体获取时间和方式 这个 你看这个哈马斯 我们之前就跟他说过 这种做武器 这不是这么简单的 它一定是要有个系统支撑的 它是国家力量啊 它才可以做得了 像伊朗 伊朗又从哪来的啊 美国都给他制裁 那毫无疑问伊朗 那肯定来自中共国 是不是啊 这里现在很多说啊 怎么没有提中共的 这些是很正常 还没到内部 你怎么看这是啊 这个其实大家 你但凡有一点正常逻辑思维的 你都可以 就说不用求证了 你就按照表面上面的看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就 肯定你就背后就中共 哈马斯那帮子人 还有胡塞武装 你看那几个都是散兵游泳 就是跟中共那个时候 刚刚发家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要没钱 要没资金 没有技术支持 他们就就一帮土匪 就普通的一帮土匪 或者最多就黑社会这种 就不足为据的 但是中共他以一个国家的力量 把这些东西给全部 给他支起来 支起来了以后 然后形成一种 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形态 然后在各地就是说 保识保乱 对吧 就就比如说说 哈马斯和伊朗就在中东那一块 就他们要的就在中东那一块 就是说 把水搅换局势搅起来 那么那么这肯定是 你肯定需要一套体系 一套甚至就是说 国家的力量去支持 不然的话 你任何一个组织 或者说是一个 哪怕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民间团体 然后你都你都不可能 撑得起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武器和 呃战争这些东西啊 就这真的就是 就是直接把一捆捆钱 往火里烧这种样子 就他是他是一个 极大的一个消耗 因为你这些武器做出来 你你一定要用 你不用他也有保质期 要要过期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用吗 你他就就就就到处惹事生非吧 对吧 所以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呃 很多事情 就是说 我相信 在以色列这边 就是说现在加杀 因为整个加杀也不提了 我相信 整个加杀基本上也被拿下了 因为拿下以后 很多东西 你说哈马斯会会销毁吗 他会销毁 但是肯定不会销毁 全部 呃就是说 不会全部销毁干净 那么肯定很多东西 就已经流到 以色列手里面 只不过现在压着不说 不说并不代表 别人不知道 但是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来说 以及现表面的现象来看 肯定中共是逃脱不了干系的 这个是 安息的话就是说 就是拉清单嘛 因为那往后慢慢拉 就是说你现在先不给你捅破 还是在收集 收集证据状态 老鲁德 好 谢谢阿雅先生 今天再分享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让点赞分享 再见